说起刘家辉,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,但是说起刘家辉曾经饰演过的角色,大家肯定都能想起来,他就是《行进起侠转三》中的大反派斜见仙,因为这个角色,他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噩梦。 刘家辉是以动作演员的身份出道的,拍摄过很多优秀的动作影片,包括《少年三十六房》、《螳螂小子》等影片,他是香港七八十年代最知名的动作明星之一,还曾经拍摄过好栏目影片《杀死敌尔》,但是随着新人的走红,刘家辉事业逐渐低落。 中年之后,他饰演很多配角,但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演艺,《唐佛虎典秋香》中那个结诈,骄傲的统命书生,他和周金石的武器十分精彩,还记得那一记魁马俏吗? 还有《神雕侠侣》中的金伦法王,《罪权三》中的大反派李杜君德,但是中年之后,刘家辉的事业已经没有太大起色了,相比于他的事业来说, 家庭生活更加不幸,他又过两段婚姻,和第一院妻子生下了两个女儿,但是离婚后,妻子女儿都愿赴美国生活,随后,他和太极妻子马飞凤结婚,婚后生下了一儿一女,但是性格不合的两人,之后也协议离婚。 但是妻子离婚的条件,是将刘家辉的一般家产赚给儿子,刘家辉答应了,但是随后刘家辉中风住院,第二任妻子仍旧前来争夺家产。 在妻子的逼迫下,已经瘫痕在床的刘家辉,不得不转移到养老院,但是马飞凤协同他的助理,还是坑走了刘家辉全部的财产。 刘家辉盘缓在床,已经落到了没有医药费的境地,香港的同仁听闻了刘家辉的境况,纷纷伸出援手。 曾经合作过的周星驰和刘德华多次去看望刘家辉,并且给予帮助。 刘德华更是表示,自己绝对不会不管他,幸亏有刘德华本人的帮助,刘家辉才逐渐脱离困境。 刘家辉住院期间,家人只知道争夺财产,从来不来看望他,只有姐姐和外甥女来看望过他,想必刘家辉心里也不好受,希望邪见先刘家辉能够早日康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